端午节在传统文化中是个重要的日子,屈凶辟邪是这个节日的重头戏,但也是有很多考究的,再次提醒大家,可以在这个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日子,用一些传统的方法为家人去病消灾。 端午节不能互助快乐的,最多互助端午安康,因为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,这天吴子须投钱堂江,曹娥旧父投曹娥江,大文豪区源头蜜罗江,五月初五是独日,是个悲壮的日子,是祭祀日子,端午节也是有许多的禁忌,一旦触犯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,都有哪些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,端午节别称何意义,端午节端字有初始的意思,因此端午就是初五,而按照历法五月正是五月,因此端午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端午,燕经碎时记记载,初五为五月丹午,盖端字之转音也。 端午节,据经厨岁时记载,因种下灯高,顺阳在上,五月正是种下,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灯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,故称五月初五为端午节。 众午节,五属十二只,农历五月为五月,五,五同音,五,五相众,故端午节又名众午节或众午节,有些地方也叫五月节。 端午节在湖南地区,严谷俗于在夏日来临之时的五月初五,在门上挂碍叶,用碍叶洗澡驱闻的一个洗礼,人们认为经过洗礼可以驱走瘧疾,能够安全地度过这个夏日多闻的季节。 昌普节古人认为宠午示范禁忌的日子,此时五读尽出,因此端午风俗多为驱邪必读,比如在门上悬挂昌普爱夜等,故端午节也称昌普节。 二,端午节有哪些仪式,五月是整个热天的开端,此时的阳气达到最旺,火旺至极,天上的热气降于地面,地上的湿气往空气里挣。 一,吃粽子,粽子也是要生疼。 墨米具有益气健脾,开胃消食的作用,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更有讲究。 北方大多用芦苇叶,南方多用竹叶和荷叶。 这些叶子都有很好的药用功能,尾叶可以清热生金,除烦止渴,竹叶可以清热除烦,利尿排毒,和叶能清热利湿和味宁神。 总的说来,粽子具有清热解暑,意气生金,养血安神的功效。 同时也要强调一下,粽子清香诺华,年度高,不易消化,吃多了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。 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注意控制食量。 二、挂碍叶昌仆,端午过后,邪气主要是湿热、慧酌,所以要芳香化湿,芳香化酌,端午节的习俗中总离不开芳香。 明宴说,清明插柳,端午插爱。 在端午节,人们把插爱和昌仆作为重要内容之一,家家都洒扫停除,以昌仆,爱条插于门楣,悬于堂中。 爱,又名家爱,爱好。 它的精,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。 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,可驱蚊营、重移、净化空气。 中医以爱入药,有锂气血、暖子宫、驱寒湿的功能。 将爱叶加工程,爱荣,是九法治病的重要药材。 昌仆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,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。 是提神通窍,剑骨消质,杀虫灭菌的药物。 可见,古人插爱和昌仆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。 三,佩戴香包。 端午节佩戴香囊,不但有辟邪屈温之意,而且有金头点缀之风。 香囊内有朱砂、雄黄、香药,外包以丝布,清香四溢, 再以五色丝线咸扣成锁,做各种不同形状,结成一串,形形色色,玲珑夺目。 配香囊,聚香凝神,地斜驱温,金头点缀。 香囊中所用的中草药物,能散发出天然的香气。 这种香气属中药学理论中的五臭范畴,具有开窍醒神,化石醒皮,体会月神等功效。 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这些药物之所以有芳香气味,是由于其含有大量挥发物质。 这些挥发物质具有抗菌、抗病毒等作用。 端午节传统香囊中的中草药还可以预防感冒、受足口病等,且对防蚊蛆虫有很好的作用。 三、端午有哪些禁忌? 古人通过内观发现,农历五月十节乃天地交态,阴阳相争死生分叛之时,视为毒月,其中有九天是伤身损气号晶圆的日子,被古人称为九毒日。 而端午正是九毒日之首,九毒日最不能做什么,最要命的就是不能防事。 一、端午节毒气伤人,需要插爱陶、挂昌仆、喝洒雄黄酒等,以驱毒辟邪。 此日为五月初五,从农历气象上看,正是夏至左右,故也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日子,也是实际上的阳刃日。 这个农历的五月,阳刃为凶,本来就是所谓的毒月,共有九毒日。 而端午又是九毒,之首,故称为毒日。 而从五行上看,任何一种五行过旺或过衰,都会形成邪气,都会对自然气候或人身健康,构成威胁与伤害。 何况这个时节,也是毒虫坏虫肆虐猖獗的时候,故这一天需要在房门上,插爱,插陶记,插昌仆以驱轨, 寻仓术,白纸,贺熊黄酒,或在儿童身上撒熊黄酒,以驱虫辟邪,保障,健康。 二,端午节祭祀悲伤,需要结伴交友,或与家人团聚,以调节身心健康。 端午节的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,就是祭祀先人,不但祭祀投江自尽的诗人屈原,有的地方还祭祀忠臣吴子婿,祭祀孝女曹娥等,这天要包很多粽子, 然后把粽子投入江中,就像给死人上坟一样,而剩下的则自己享用,所以粽子实际上也是一种祭祀供贴。 而祭祀时难免产生悲伤,故此日也像清明节一样,人为制造出很强的阴气,而这些阴气,与阳气一样,也会伤害心里与身体比较弱智的人,如抑郁寡欢,心情不好,身体痛苦等等。 故端午节这天,是诸事不宜的,更不适合上任,搬家,动工,开业,结婚,庆典等喜庆活动,也不适合参加娱乐活动等,而归宁父母,与家人团聚才是正确的选择。 三,端午节协独伤身,需要严禁房事,女子归宁父母,是最好的避灾方法。 农历五月初五,初六,初七,十五,十六,十七,以及二五,二六,二七,此九天为天地交态九读日,及十四为天地交态日,以上一共十天,而端午为九读首日,读气功身,邪气旺盛,又传说为天地交态之日,非常不适合男女交欢,故古训严禁房事。 这个并不是迷信,而是非常自然的科学道理。 因为天地气场不正的时候,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身心,所以如在九读日交欢房事,必须会中邪毒伤身体。 而古人是非常聪明的,为了防止有些人贪恋性欲,不能自持,而犯了禁忌,固把这天,定为归宁日。 什么是归宁?归宁就是出嫁的女子回娘嫁省亲,夫妻分开,这样就从客观上,消除了不慎房事的条件,也保障了当事人的身体健康。 接下来,还有九个读日,基本涵盖了整个农历的五月,故有些地方,便讲究在整个五月禁止房事,以避邪毒。 以上就是端午节的禁忌了,希望大家能注意,过一个快快乐乐的节日。